绿色情报园 葡萄酒圣地波尔多大约有200个酒庄被中国人收购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艺人赵薇都买下了酒庄 今天我们邀请两位曾经在法国酒庄工作的酿酒师 刘元里·Josha以及领异家Terry 来谈谈全球气候暖化怎么让葡萄酒走位了 根据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2018年的统计 中国的葡萄园面积高居全球第二 法国是排在后头的老三Terry对不对 对然后法国人的说法就是他们在乎的是品质不是产量 Terry你在美国攻读酿酒硕士学位是不是 是是我那个时候的话应该是在2010年的时候 去美国的UC Davis这边 那我们科系的话它的细名就很特别 它就叫做葡萄种植与就是葡萄酒酿造学系 对所以我的其实很多同学就是他家里他就是酒庄 那么Josha你是在法国酒厢求学 对我念的是法国布根地大学 风土条件所 然后法国政府还有博育算让我们买酒庄 所以我们是等于是从种植酿造 还有发酵工艺上都在我们学校 那全世界大家都讲风土你吃东西喝东西 但是只有一个风土条件所就是我念的 在切入正题之前我们先来感受一下红酒的微醺滋味 这次我们不是用喝的而是来听一段葡萄酒发酵的声音 Josha你说这酒的滋味如何呢 怎么说好像酒很兴奋要告诉你很多话 它那一年过了什么生活一样 你会觉得它的果香是很丰沛 然后很活泼的 葡萄酒的确充满生命力 不过这滋味可能有变化了 2018年12月在波兰登场的联合国气候大会 波尔多酿酒师拿出一款未来红酒 酒标上写着2050 Josha你知道这只模拟气候暖化的红酒吗 我知道这样的讯息是因为 法国文化里面对自然很崇尚 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凸显一些议题 那这一次的2050年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它是一个法国波尔多的酿酒师 Basca Chardonnay 它提出来一个概念 找了各具代表性的品种 然后用波尔多的方式去混酿 可是它有一个很大的意涵 它找了这些产区 其实都比波尔多热很多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所有气温降雨的变化 日照的变化 很有可能波尔多在2050年 就是这样的天气 所以它做了一个很有趣的 它找了类似的品种 风土可能有点点不一样 可是它凸显了 这个酒的风味是会有变化的 Terry 你可不可以预测看看 这支酒的风味 它因为气候的暖化 可能呈现出什么样的味觉 其实你第一个 大家应该都想到 就是说因为气候变得更暖 所以说其实我们对我们的葡萄来说 它的第一个 它的酒精浓度一定会比现在来得更高 没错 对 因为其实在一个 我们去看过去十年来说的话 其实波尔多它的红酒的酒精浓度 它平均值已经上升大概三度 对 所以酒精浓度 跟就是我们的酒里头的残糖的这个部分 可能会是全球暖化 它会第一个造成的影响 Jushua 那你觉得它可能是什么样的风味呢 2050年应该会比现在高个两度到四度 可是因为天气日照太强 温度太热 残糖太多 所以你的酒精度会提高个两度 这个两度对于口感上来说 就是截然不同 你会觉得提高两度 听起来好像比较快醉 可能你多喝一杯的感觉 没有 它在你口腔里面 它可能酒精感太强的时候 它会给你一个很强劲的辣味 某一些是在尾韵会有一些甜味 可是它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 它是一个失衡的味道 Jari 全球暖化好像也影响了葡萄的采收期 是不是 是 是 在法国的时候 资深的一些这种果农 对 那他们就是会讲说 就是第一个 每一年感觉起来 那个采收的时间点 好像一直在往前提 当你越来越暖的时候 其实温度 它其实会影响到 就是一个植物的生长发育 它成熟会比较快 它成熟会比较快 没有错 对 那因为它成熟比较快的话 其实会变成说 好像可以更早开始采收 可是太早采收 会影响风味 也会影响到风味 对 变更暖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尤其对农作物 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冲击的 就是说我们的不稳定的一个 这种气候的一个摆档 就是说你可能会忽冷忽热 那你在法国酿酒的时候 曾经经历气候的急剧变化吗 那我自己住在布根地的时候 在2009年12月 哇 这是史上第一次这么冷 那年几乎到负25度 就隔一年 2010年3月 减脂完一堆葡萄素没有发芽 后来我们经过检测发现 它在前一年冬天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2009年 就冷死 很大的麻烦是 你如果已经死掉了葡萄素 你再种下去可以生产 你可能要等三年 才可以产久 可是真的很好 很成熟的味道 可能要等20年 所以变成你要一直重来 一直重来 没想到极端气候的冲击 后座力这么大 对 那回到我们刚才说的 如果在天气这种极端变化的时候 再来就是会有太多的极降雨 水降太多的时候 你的果香会变得相对起来少很多 再来是如果你有患干旱的 干旱的时候 因为葡萄皮要保护自己 所以它会产生太过多的丹宁花青素 所以你会喝起来比较苦 而那种苦味对我们来讲是不太好喝的 那葡萄酒的产量 是不是以连带受了影响 对 没错 2017年就是因为极端气候 它是过去50年来产量最少的 那整个在西班牙降了23% 法国降了19% 意大利降了18%左右 所以我们是大量的减产 我们再来聆听另一款葡萄酒的声音 这张专辑由奥地利的葡萄酒大师欧皮兹 他录下15种不同葡萄酒发酵的声音 欧皮兹的爷爷跟他说 葡萄酒发酵的时候 他会跟你说话 告诉你葡萄成长的点滴故事 这里是绿色情报员 今天我们邀请两位酿酒师 来谈谈为什么葡萄酒走位了 Terry伯尔多这个地方 很多酒庄其实被中国人收购了 目前的情形大概是怎么样 目前的话 其实有非常高的一个比例 就是都是有中国的一些 有钱的一些集团 去购买的酒庄这样子 这对当地的葡萄酒产业 有造成一些变化吗 传统上面有一派就会觉得说 葡萄酒是法国人的东西 对那就是会觉得 会对这种就是外资进来 那不单纯是针对中国 就针对一些外资 尤其他们会本身发自内心 就会有一些就是 比较排斥情绪这样子 那又尤其就是说 中国原本不是一个 葡萄酒的一个国家 对他们就会觉得说 中国的这些大老板们 他们不了解这个商品这样子 是的我知道上个月呢 有一位法国作家就在Twitter 发公开信给博尔多市长 批评中国业者 把酒庄改为藏羚羊 玉兔 这些名字和当地完全不相干 Terry 那么中国在全球葡萄酒产业 占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吗 中国还蛮有意思 就是说他们其实在近五年来说 他们包含他们的葡萄的耕作面积 他们在他们的葡萄酒的产量 他们葡萄酒的就是饮用消耗量 以及他们的进口量 是世界上唯一持续在成长的 就是啊 前一阵子呢 美国德州大学做了一个预测 目前主要葡萄产区的面积 到了2050年 预估会缩减25%到73%不等 你觉得这样的数字是很悲观的看法吗 老实说我们现在也真的蛮悲观的 以酒庄来看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酒庄 它的第二代或第三代 就是它的下一代就不太愿意结 因为葡萄酒是靠天吃饭 你也没办法做温室的 所以我之前看过英国卫报有报道说 可能有三分之二的 现在现有的产区 可能在2050年是没有办法产酒 我猜是有可能 Terry 美国的研究也指出呢 未来的葡萄酒产地会大洗牌 不过中国境内最优质的 酿酒葡萄种植地 正好就是熊猫栖息地 这又面临另一个难题了 葡萄酒优先呢 还是大熊猫优先呢 这个是一个还蛮有趣的议题 等于是生产跟保育这两件事情 生产跟保育这两件事情 达到一个平衡 卓朔你也看到中国产区 崛起的趋势吗 很多的欧洲或者是美国 他们的大酒庄 都带着他们最好的技术 去中国 从十年前开始 有很多像LVMH集团 LV集团 他们也是大量的投资 但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会不会他们的技术成熟之后 天气变化又太多 他们跟不上这个浪潮 也有可能 因应气候变迁 现在越来越多人 从友善土地这个角度 来看待葡萄酒 像是最近很火的自然酒 就是说 到底什么是自然酒呢 自然酒就是 你在种植的时候 是用有机的方式 可是酿造过程 我们也什么都不加 因为一般的酒 你可能在采收之后 你会加很多的二氧化硫 它是一个防腐剂 加很多的汤 酸 外来的酵母 可是自然酒 它的概念 其实是回到爷爷那个年代 所以最主要是 这五六十年来 太多的添加物 因为你要产量极大化 你希望保存得更久 自然酒 现在的浪潮是 你把人当作生态的一环 以前你要撒除草剂 现在很多自然酒 酒浓 因为除草剂 它会造成金属的堆积 所以它可能是放羊 去吃草 羊的排泄在葡萄园上面 它变成一个生态的循环 你也不用再施肥 所以它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做 那么Terry 酒庄好像也开始 采取预防性作为 来为地球降温 进一分心理 是 更预防性的 就变成说 我们减少我们在酒庄里头的 一些碳排放的排放量 所以说酒庄可能屋顶 会开始架设像太阳能板 然后酒庄里头 我们在使用水的时候 它水会再去做更多的一些 回收再利用 对 因为其实我们的水的消耗 也是会造成全球暖化 是 这些是很好的做法 对 那我们之前在David's那边的时候 我们的实验酒厂 是有在做一个计划 就是去把 因为酿酒的时候 除了产生酒精 会产生二氧化碳 对 那二氧化碳 大家知道是温室气体 对 它也是暖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 所以说我们那时候有个 就是在研究 就是说我们发酵潮 产生的这个二氧化碳 我们是不是能够 直接去把它集中 收集 然后把它固化 把它变成就是碳酸改 就是我们的粉笔 对于环境 我们能够减少这个产业 它的本身的一个碳足迹 这样子 就是啊 你知道各国酒庄 还有什么抗暖化的行动吗 酿酒的时候 种葡萄的时候 我们减之就是去年 已经结果完的数值 你要减下来 所以你要么就用烧 要么就把它减成小块 绝大分钟烧最便宜 可是在法国 现在是你不要用烧的 你还可以拿这个去申报 还可以减碎 为了降低碳的排放量 那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自然酒 自然酒的确是一个友善土地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所以我也特别想要提到的是 酒庄或者是在消费端我们能做什么改变 在大概六年前 NOMA餐厅丹麦的哥本哈根 他们喊出了降低碳主机 降低碳排放量 那他们怎么做呢 一般来说法国的葡萄酒 你运到丹麦哥本哈根 基本上录运十天之内 甚至有到七天就可以卖 所以他是很近的 他们竟然喊出想要用风帆 用吹的方式 吹到哥本哈根 所以他们会有个特别的QR Code 所以如果你去北欧 特别是丹麦跟瑞典 你会找到很多自然酒 它上面有QR Code 你一扫 他就告诉你说 你这一瓶酒是一个货车 它沿路载了很多酒庄 他们没有往返 他们要同一个顺路这样 载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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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送到港口 在布鲁多北边港口 然后出去用飘的 这是一个很酷的 非常有意思 而且他很认真在看待地球环境这件事情 所以现在我觉得自然酒 他们提出的是 我们有没有很多的方式 去友善这个土地 其实每一个环节 每个人都在为这个地球 尽一份心力 对 就是大家要一起 努力的减少碳排放 减缓全球暖化 我们才能够持续有好的葡萄酒喝 而且必须在2050年之前 对 然后不能够再升温 不能超过1.5度 这是最好的目标 对 这是一个 大家需要一起努力 就是啊 最后再请你跟我们分享 葡萄酒的美味关键是什么 因为说 哇 葡萄酒要好就是酿酒技术 其实这是错的 我们在法国 最关键反而是什么 最关键的反而是葡萄园 所以我们在法国当中说 一瓶酒80%在葡萄园就决定了 你酿酒的技术再好 也只是修正那20% 所以那80%是上天给你的 没错 当我们善待地球 葡萄酒就不会走位了 节目尾声 我们再来品味另一款葡萄酒 现在你是不是有几分醉意了呢 这里是绿色情报员 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